台灣美術館27號發表 台灣攝影家系列從書第四集 分別整理三位攝影家的作品 以專門論述及口述訪談的方式 記錄影像背後的故事 攝影在我們生活裡面的人文技術 以及要出版看錄 所有的文章的報導 看錄的出版 以及各種的紀錄 都需要做攝影 所以所有的藝術 若沒有攝影的處理 我相信他要保持攝影 那麼攝影它不只是一個藝術的呈現 同時這些攝影家 他也是聚餘那類的社會觀察家 所以他留下的作品 他可以是藝術作品 但是他也是每一個時代 不同社會的面貌 最真誠的紀錄 而三位攝影家中的關小榮 長期關注人民社會議題 包括早期拍攝基隆八尺門的阿美族人 因政府建案規劃社區屢次拆遷 連帶族人的生活轉變的過程 還有紀錄藍語的亞美台屋族人 面對核廢料來襲的抗爭與不公 就是產官學的這個三個方面 基本上都是粉飾太平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的傳播的口徑 基本上是粉飾太平 而我基本上是要揭露 這個被粉飾的太平底下的不公平 不正義 而另外兩位攝影家 莊玲跟有本寬 結合文字 藝術美學等手法 拍攝風景人物 日常景觀 以及建築文化產物 國美館希望藉由從書提供 台灣攝影方面研究資源 目前也正著手台灣攝影博物館 將國內的攝影作品 以及歷史記錄保存 有次新聞 阿斯伯爾營養台北市採訪報導